幸運年手遊 熱血夾擊 精彩好球 一開始就是一個nice catch 何錦賢 把對方極有可能出現安打的球給沒收 後續可能比賽後面應該都會上場 素外球保送 走了 這個球打成了在左半邊方向的飛球 打得蠻深遠的左手向後退還在追 這個球偶把了 新年加安打提前起跑的關係 也使得現在旭芳蓮要回到本壘得分了 日本隊在一起的上半呢 兩出局之後呢 保送加安打 那麼展開的攻勢攻下了一分 這個擊球的力量很強 對 而且還是 左打者的一個反方向的飛球 而且畢竟也算是對中的老大哥 不錯 一開始獲得四代球保送 這個狀況 是 走了 這個球是沒有插到棒子 所以是倒壘成功 倒三壘 安全 這個 相當大膽耶 對 這個一壘到二壘 二壘到三壘 那打擊的許廷倫則是獲得四外球保送 一點上保守又走了 再是一個倒壘成功 而且現在一壘沒人 已經沒有抓雙殺的空間 右半邊方向 可這是一個平飛球 右半手還漏掉了 日本隊發生一個守備失誤 三壘上跑者的回到本壘得分 支花勝機柱這個球沒有接到 在第一局目前為止其實也沒有出現安打 哎呀 扶手也沒接到 直接送燈 三壘上跑者回到本壘得分 現在跑者現在王念好要繼續衝三壘 這一幫傳出去 那也守備縮小的情況下 傳出去是連加安打 也使了三壘上的跑者回到本壘得分 敲出安打的是林家瑋帶有一個打點 中華隊這場比賽目前為止在選球 機會的把握火力呢很挺 先發到投手曾韋哲 沒錯 其實主要是 先透過選球取得一個球術領先的優勢 然後再逼著高橋把球塞進好球 再針對這些好球再去做攻擊 是 那也有打點 因為他靠近身體 結果形成了四壞球保送 這場比賽的中華隊呢 所獲得的第三個四壞球 有戰術的下打 一點上跑的先走了 當然跑 是 那二壘手續方 接球之後的傳往一壘 刺殺了打擊的黃天賜 那麼形成了一出局 但同一時間 胡孟治上到二壘 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左外野方向 看看有機會落地了 那跑者看起來應該是 確定等球落地才跑 然後所以是上到三壘 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間方向 強勁的飛球 中華野手向後退 那麼雖然是掌握到了 但是在一出局三壘有跑者的情況之下 那麼 胡孟治回到本壘得分 那許婷倫的高飛喜相打帶有一個打點 念好的表現也不排除也有可能 這個就把他拉到壹軍 這個球打得很強勁 敲出安打 現在繞過壘之後他繼續衝二壘 趕快回來 危險 真的危險 對 這一棒扛起來 安打出現了 那跑者繞過三壘之後 看起來是被擋下來 這個擋得也很正確 對 而且現在一人出局 畢竟跑壘 在跑壘上 比較不會那麼的積極 這輪到是張兆宏 右半邊方向的飛球 最後是被枝花給接殺 但賽上跑者先要回本壘得分 今天幾個基本動作也做得非常好 該拿分的時候一定要拿下來 尤其現在這種 對手實力也相當強的情況下 張兆宏的高費犧牲打 帶有一個打點 那麼 回來得分的是林家瑋 國家隊就是看你的狀況 再次去調整 是 好 揮棒落空 那麼最後打者是遭到了三陣 那這也是曾偉哲 這樣比賽所投出來的第4K 這個就揮棒落空 好 最後曾偉哲 K掉了三年休野 那麼也結束了在5G上半 日本隊的進攻 曾偉哲現在5局投完了 那標出了5K 5局投完之後只是掉了1分 中華隊無比領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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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轉 這個球打得扎實 二壘手過去看看有沒有機會傳一壘 好安全 利安打 因為打擊王之爭真的是誰也不讓誰 讀慶應的原因就是慶應不用理頭髮 是 這個球跑了 今天日本隊也回擊了兩個倒壘成功 OK 這一棒 偏高的球被擊中 打者的中間方向的安打 現在二壘上跑者繞過三壘之後 要回本壘 在本壘這邊 沒有球 對 繞到後面去 不然 胡孟智有接到的話 對 或許有機會做take 速度應該是來得及 好 高中一速敲出了安打 那壘上的續方連呢是回到本壘得分 那是一個偏高的球 今天日本隊的安打幾乎都是打高球 好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優機方向的滾地 游離手接球收進手道傳往一壘 誒 刺殺了打擊的代打 星期攻劍 過兩勝 對 先回場上看這個球 左半邊方向的飛球 左外手把這個飛球呢給接傷 形成了兩出局 好輪到的是第一棒的四地龍城 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右半邊方向 敲出安打 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右外野方向 看看 右外野手最後到位 好把這個飛球呢給結殺 比賽結束 那麼中華隊呢在超級循環賽 那麼最後一場比賽呢最終 那麼是以5比2 那麼擊敗了日本隊 那麼拿下比賽的勝利 雖然明天台日呢 兩隊呢還要在金牌戰的再交手一場 但中華隊呢從預賽第一場比賽開始 到目前為止可以說是氣勢如紅 勢如破竹 那本屆賽會呢目前已經是 取得了八連勝的成績 那我們也期待 整個盼望在明天呢 晚間六點鐘的金牌戰 我們能夠最後用第九勝 來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最後比數5比2 休息一下